我觉得你刚才对BOSS直聘的 这个你在工作里面的分析 我觉得觉得非常浅层次 而没有深入去探究事情的本源 就给你读博士 是要在专业里钻得非常深 但是你在刚才实习的经历来看 包括你选工作 做学问来看 你都是追求面面俱到 只是追求我知道 但是没有把它钻透了 那么今天我问你 你能帮助企业解决哪些问题 你最擅长的是什么 我最擅长的 我最擅长的可能并不是我最想做的 你擅长的你并不想做到底是什么 我擅长的话可能是 就是说是数据分析这一类的东西吧 为什么你想做 数据分析就是每天对着电脑 当时就是对我眼睛也特别损耗 然后好大数据就觉得很孤独 没有人没有人可以交流 我帮你履一履 你本科念的什么 本科是双学位 在北京语言大学念的是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然后北京大学是念的是经济学 然后呢你硕士去念了经济学 对 这是在多个大学念 然后又去南加州大学念了什么 经济学 也是经济学 好 如果把时间点截止到这儿 你的路径是很多人羡慕的 隔壁家小孩 那按理说 你在经济学这个领域 你应该是有爱好的呀 为什么不走下去呢 其实我从我从Duke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很迷茫了 就觉得那个东西并不是我特别想要追求的 对 OK 你现在想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呀 你前面已经花了好多年了 你32岁了 花了这么多年 你现在有想清楚自己想追求啥 我觉得 我现在想追求的话 就是说 找一份工作能够发挥我的所成 另外的话 它能够同时能够兼顾我 比如说是在心理学方面的爱好 然后就是 就是 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吧 这个徐磊想帮你捋清楚 其实也没太捋清楚 你自己都捋不清楚 我们就更捋不清楚了 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各方面都特别厉害的 但是一定是扬长必短 一定要是拿出自己最尖锐的东西 可是到今天上舞台开始 我们除了你知道你有一大堆的学历 知道你很擅长学习之外 我们并没有感觉到 你到底在哪方面各有所长 请陈老师进行心理投射分析 这位选手的画呢 画的是唯妙唯肖的一幅肖像画 我们说在投射心理学当中 画的肖像首先投射的就是自己 那我们说画这种画的人呢 叫智商高 爱动脑 爱思考 这对一位选手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说明他是有准备而来 但是呢我们说一个自信心强有准备的人 当然说是战无不胜的 可是呢这幅画的不足是什么 他没有画四肢 那代表着什么 他想的太多了 行动不够 你有想去的企业吗 我想去星空投资 或者是黑洞投资 你去干嘛呢 分析数据 我觉得我可以帮助服务一下那些就是创业公司 也比较想去猎聘和五八同城 因为上面都有那个匹配系统 然后跟我之前所学的东西 有一些专业上的相关性 但是也很有可能像你在boss职聘一样 会觉得工作无聊 好啊 对